既然是我選的 那我就尊重我的選擇 我就是要把它做完 會先設定說如果沒有做到怎麼辦 就其實2016年那一年 比完全民運其實我就 沒有想要繼續再訓練 沒有再想要繼續練建立 但是其實你在追逐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很有力量的 真的做了之後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坦白說你每一次做完 你都會覺得我好像重新獲得能量 然後是他覺得 我還可以 我們再試看看 你留下來 然後就留到現在了 我想要在這一個我喜歡的事情上面 斬肉頭角這樣 就是那個東西你會覺得 哇他很讓人家陶醉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2023SBD精英運動員 Jason Rad 哈囉大家好我是2023SBD精英運動員 我是Lisa 哈囉大家好我是Yan OG的SBD精英運動員 我是燕池 嗨我是2023SBD精英運動員 Kent肯特 那時候是職效念職效 然後剛好是志寬老師 喔寬哥就是你的教練 對 他就在我高一結束的時候 然後就跟我說 欸我幫你申請住宿了 那你之後就是每天住宿 然後留下來練習 等一下你那時候就已經是校五隊了嗎 沒有全校只有我一個人在訓練 然後直到2017年才真實選上世界盃的國手 在大學的時候其實 我們有選專長 我們進去的時候我們是健美隊 在大一的時候 因為還在腿斷掉還在做復健 然後大二的時候才加入健美隊 然後那時候健美隊隊長就是我大黑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黑熊 黑熊也是健美隊啊 對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有找一些有興趣的學弟或同學 他是學長 他是學長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開始有在準備一些大專輩的比賽 就是一開始只是在健身房健身 然後就開始練練練 然後健身房的人就覺得 就是練到硬舉這個動作 然後健身房覺得 為什麼我沒有練過然後硬舉就可以比他們還重 那時候高中 第一次硬舉就190 其實是從大學的時候 然後想要減肥開始跑步 然後跑步 我不是我就是 就是大學生肥宅 素人 對素人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完全 完全沒有 然後就是先跑步跑了蠻久的時間 然後騎車 然後也是一個機緣就是接觸到記憶訓練 然後發現說這個東西很棒 真的透過這個訓練之後 其實你對於自己的身體 跟自己的一些整個外觀 改善蠻多的 然後就是踏上這條路 然後永不回頭 第一時間覺得超開心 就是你們做的那個影片 SBD 2022經營運動員 然後我看很多次我就覺得 我也很想要可以像他們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要讓自己變得更強 然後要讓秋格 然後讓SBD看到這樣 震驚 就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會覺得 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可以被選為經營運動員這樣 現在的話應該就是握局了吧 對就是握局的狀況 其實真的是贏大家蠻多的 我是那種自信太爆棚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出去比賽就是 我是不太會管別人說 別人怎麼樣怎麼樣 就像可能我現在會覺得說 我現在可能總和才 剛快要八百 但是搞不好我明年就可以 已經開口 我覺得是跟個性有關係 因為以前跳舞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 在比賽場上 所以我們就會很好勝 然後就覺得說 我想要在這一個 我喜歡的事情上面 展露頭角這樣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因為以去年的項目來說 就是我比大家 花比較多時間在摸這些器材 所以也算是一點優勢 我覺得還是蠻多厲害的人 但是我的優勢就是 我比他們摸得久 所以我掌握了我的熟悉度 然後加上一點運氣 我的心流就是 因為我很享受舞台 我就是很喜歡全部人看我 如果我今天去訓練 我去到一個沒有人健身房 我就不想練 去健身房 我就會挑人最多的時候去 就會把它成為成比賽的時候 也是這樣 因為很多人都看 然後光這樣才看見你 那我自己就想 我就把全部流成做了一遍 我就是一聽起來 我沒有想過會失敗 就是先把自己沈澱沈澱之後 再做最大值得輸出的那個爆發 只是比較內戀你的表現而已 因為我覺得在比賽都會 難免都會緊張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會禱告 就我在上場前 或者是我在休息的時候 會禱告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 這樣的方式 會讓我比較平靜 當然你說 比賽有好的成績 那個是看得到的 那個是可以量化的 可是光是從就是 你每天去做這件事情 你後面獲得的能量 你就會覺得 我這一切其實蠻值得的 對 在那個時間你可以 跟自己的心理對話 跟自己的就是身體去做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做好 這件事情 你會獲得很多收穫這樣子 對我來說就是 我覺得設好一個目標 就要去做最好 可能會覺得說 我今天很累還是幹嘛不想去訓練 但是還是要踏進精神房 去完成每天教練設定的課表 你如果少了一天沒有做 或是一個禮拜沒有做 那你可能結果就不會是總合800 可能是770 結果就不會像我想的這樣 所以還是要保持每天的訓練 我覺得真的做了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坦白說你每一次做完 你都會覺得 哇我好像重新獲得能量 就很累的進健身房 我做完我會覺得 哇我今天還好我有來 這件事情其實反而對我來說是更舒服的 就是我把上班的煩惱拋掉 然後我訓練完 我覺得我今天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不管做得好不好 好就是你會更開心 不好你就會覺得 啊沒關係 反正還好今天要結束了 就是那個東西你會覺得 哇它很讓人家陶醉這樣子 但是我在高三那一年我出車禍 對然後我右小腿就斷掉了 開放性骨折 因為剛好又是在大二的時候遇到何老師 然後老師那時候也是有跟我說 你可以透過這些力量型的訓練 然後讓你的腳可以慢慢的復健 然後讓那個身經肌肉骨質 慢慢向上適應這樣 去年因為參加的賽事比較多 大小場試加起來大概有九場左右 就是最後一次的世界盃 那一年就是已經高嚴重拉傷了 都在開自己玩笑說 我的折尖盤掉在賽場上了 撿不回來 有誰把我看到嗎 就開這種幫自己開玩笑 那其實那時候已經腰痛到 已經沒有辦法了 就是在持續的找物質 然後復健 然後跟備賽 所以今年才會選擇是階段性的休息 對然後把賽事放在年底的亞洲武裝 建立競標賽這樣子 第一個是當然一定會有疲勞的時候 然後很疲倦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去分散我的注意力 例如說可能去旅遊啊 或者是去多陪陪家人這樣子 對那如果是讓自己保持在那個 那個持續精進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是從比賽的情境當中 慢慢得到一些力量 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 既然是我選的 那我就尊重我的選擇 我就是要把它做完 該做的訓練就把它做完 對然後該顧好的工作 我就把它做好這樣子 那你有曾經把自己關起來 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嗎 沒有耶 其實我很喜歡訓練 我甚至覺得沒有訓練 我的生活就是 好像空了一塊在那邊 主要是因為有金棒老師的陪伴 對他其實有時候會比我更像選手 對就是 他會帶著我走 他說金棒老師 求了求了 謝謝 好 等我一下 師徒請 對 那你說金棒老師覺得你還可以 不想要參加比賽的比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大學四年級 其實我有奴隸 努力 但是就覺得都贏不了學姐他們 是不是我真的就是 不是這一塊的料子 但是那時候就是 在16年的全民運比完 對然後金棒老師給我很大的信心 他說你其實可以 我們再試看看 你留下來 對 然後就留到現在了 意思有 對 我覺得這四個字很適合形容我們 就像他就像我老師 但也就像朋友一樣在相處這樣子 會先設定說如果沒有做到怎麼辦 但是我的心情調適是很快的 就是可能沒有做到 我也沒差 但是其實你在追逐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很有力量的 對 就是不要管別人做好自己 然後你就是照著自己的節奏 把這一切做好 其實你不管別人的情況下 你做的都會比別人好 我目標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把每一項做好 我想應該 就算你沒有得到冠軍 應該也比冠軍護元這樣子 應該就是明年會把目標放在 精英杯 然後跟明年的大力士 就是坦白說透過這次比賽 我發現說我上肢的能力 或者是我在一些力量轉換 其實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也會想說 比完大力士之後 我要去試看看學的不同的運動 可能會先試看看舉重吧 然後看可不可以增進一點上肢的能力 未來大力士比賽會變成是我 可能運動生涯最大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我希望是有機會可以去國外 亞洲現在幾乎是我的 所以我想要再更多 我今年的目標是總和要800 因為法國精力也蠻強 我是覺得說 那我如果有這個專項的話 我去那邊搞不好 又可以更進步 那你在亞洲盃有要挑戰嗎 亞洲紀錄有 對 希望可以成功挑戰 還有三項總和 就是看今年這一年的調整 可不可以順利的再突破自己 為什麼沒有來比2023台灣大力士 因為跟亞洲盃的賽期太接近了 然後怕身體 負荷不來 因為我跟我女朋友明年要去日本 我本來是想說在日本球 去那銀山 日本的東北那邊 對 可是後來被Josh哥說服了 不把握此時代何時啊 是非考 今天是非考 第三盟 那俊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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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id 從來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